宋景宫的复兴之念与乐大兴的叛乱 宋人宫时期的华氏和相氏叛乱 彻底破坏了宋国传统中的所谓仁义 以臣子之身与君主交换人质 还杀害了朱公子 应该说在这个时候的宋国公祖子弟 就已经非常凋零 朝臣之心已经没有偏向宋国君主 当年华相之乱时 两大家族率领吴国大军杀到宋国独成 为宋元公抵御的朝臣中 有个叫乐大兴的人 这人既华氏向氏而后 成为了宋国昭堂中的权臣 那么他是否会忠于其后的宋景宫呢? 宋景宫是宋元公的儿子 当年华氏与宋元公交换人质的时候 宋景宫也就是当时的公子轮就被送到了华氏 而且后来华氏发动叛乱 逃离宋国的时候 公子轮还险些被杀掉 幸好华氏有一念之忍 将公子轮放回了都城里 宋元公或许是觉得自己将公子轮送到叛乱分子 家中当人质很是对不起他 后来才坚定的将其力为太子 这本身也是无可厚非的 在宋国大乱之际 能够以身犯险 这个公子轮功不肯目 要知道 当时的华氏和相氏 在宋国就是绝对的恐怖分子 七个公子都被杀害了 公子轮最终能够安然无恙 绝不仅仅是华氏的一面之忍 公子轮这个人还是有些本事的 公子轮后来能够成为宋景公 本身上看跟其父亲相比还是较为积极的 继位不久就派遣大夫乐齐与中原诸侯会盟 主动参与到束手周天子都城的任务中 这就是为国人树立政治导向 要遵守周历 要恢复旧制 宋国历代君主对周天子的态度都不是太好的 很多君主甚至就连周天子的朝贡大会也不愿意参加 宋景公愿意主动参与到周天子的事务中 就说明宋国在这个时期的定位 至少在宋景公的政治规划里 就已经逐渐融入到中原人的思维中 与中原的诸侯列国们相差无几了 可惜的是 这个时候处于礼崩越坏 周天子尚且自顾不暇 根本没有办法达到宋景公的任何期许 鲁国内论尚未停息 鲁国国君鲁昭公流亡在外 在这次会盟中的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帮助鲁昭公杀回鲁国 当时的格局是晋 魏、曹、朱、滕五国在户的开会 本来已经决定要送鲁昭公回国 晋国的权臣 也是会盟的主席 其范献子由于接受了鲁国叛卵这寄孙式的回路 以至于鲁昭公归国的议题被完全否决 其他小诸侯归也就没有办法 大家开会总要一成个事情 就把束手天子都成的事情做了个长远规划 到后来宋景公七年的时候 宋国又与诸侯们开会 帮助周天子铸牢成墙 当然这个事情对宋国并不利好 宋景公派出的大臣重极 在修筑成墙的时候 跟晋国人起了冲突 被晋国人抓走了 此时的宋国虽然还是在晋国与楚国之间无法抉择 但是终究已经融入中原体系 对于楚国这个南方蛮一自然是抵触的 尤其是在父亲宋元公时代的华氏向氏之论中 叛臣的最终归宿的正是楚国 即便到宋景公时期 这些叛臣依然在楚国快乐地生活着 其中多半就有当年居进宋景公的那些贵族们 因此在宋景公的心中是不喜欢楚国的 在纪委十多年后 宋景公就与诸侯会盟密谋策划进宫楚国 不过似乎这场会开得并不顺利 史书中并没有记载宋景公如何进宫楚国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场会盟极有可能 就是大家开开会 喝喝酒 吹吹牛 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宋景公派乐齐到晋国去送礼墓地 可能也是要争取晋国的支持 或者是进宫楚国 或者是联盟诸侯诸如此类的事情 但是这个乐齐比较倒霉在 晋国与赵贤子喝了几壶酒 结果就以不尊重晋景公的理由杀掉了如此 看来作为使臣居然轻易就被杀掉 晋国对宋国也明显 没有任何尊重之意 宋国的出使就显得很是尴尬 但是宋景公对此并不在意 后来又派乐世家族的乐大心 到晋国结盟这个乐大 心在宋人公时代平定叛乱 有功到宋景公时代 已经是宋国举足轻重的臣子 他对当时的格局认识非常清晰 晋国既然那么轻易地杀掉了乐世家族的使臣 自己要是跑到晋国去多半 也没有什么好过的 于是就直接拒绝了宋景公 而到宋景公十八年的时候 宋国的公子们 包括公子臣 公子仲徒 公子石口 公子的等 就与心中怨愤断了大心 联合发动叛乱 占据数座城池 成为宋国内部的重大祸患 如此可见 即便宋景公希望依靠恢复周理的举措 在宋国是彻底失败了 宋国君臣之间最后的那层关系也是破裂了 我一个人一样之后的故事 在宋宽里的变化 就准备到这些随地cont也被噌下了